靠哭成为皇帝的人 有的皇帝贤能才能继承皇位 有的皇帝利用计谋争夺皇位 而这位皇帝居然给自己哭出来了一个皇位 他就是五代十国的后堂君主李从科 一个皇位而已 哭一哭就出来了 李从科本是镇守一方的将军 可当时的皇帝李从后看他很不顺眼 再加上周围大臣的煽风点火 皇帝决定 真觉得李从科造反了 给我弄他 于是皇帝派的军队就来到了李从科的城下 李从科你已经被包围了 劝你放下武器快快投降 可是李从科居然在城桥上脱掉了上衣 露出满身的伤痕 哭了起来 我从小就跟随仙帝 神经百战 为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今你们居然来打我 我怨啊 李从科声泪俱下 来攻打他的士兵 全被感动了 倒戈向李从科这一方 以后我们就追随你了 这就陪你去攻打皇上去 冲啊 就这样 李从科推发了李从后 当了新的皇帝